Yay~~ 更加之旅啦 那上一次更加之旅跟大家介紹的就是我們這一次全新的活動喔 那這個活動聽說好像是因為關卡最近有點問題 所以他關閉了 所以我們現在怎麼看都看不到這個關卡喔 但是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跟大家 就是我上次講的那樣啦 就是我們那個... 怎麼說呢 就是我們在打的時候啊 我們打的時候就是他會出現一些特別的關卡 不過看起來他應該會有這個吧 就是每一週的這個登場的這個關卡 但是目前還沒有看到喔 那7月21號然後到7月27號的關卡開吹時間如下 什麼東西鬼的好不好 然後密地基地兩枚挖掘好不好 我其實也是還看不太懂好不好 所以大家基本上現在就跟我講說 好像是因為那個關卡好像有問題 所以被下架了 然後到時候可能會再重上 那如果哲平這邊資訊有錯誤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再跟哲平講一下喔 因為目前來說的話呢 我這幾天都有在打就是這個關卡 但是我的沒有跳出一些特別的關卡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自己的那個... 我自己的帳號還沒打過 就是一些關卡 所以才拿不到還是怎麼樣 所以我目前來說的話 我是完完全全不太知道 我該怎麼辦的 哈哈哈哈哈 我是完完全全不太知道我該怎麼辦的 反正我現在有什麼體力 我就會去打一些東西這樣子 然後看一下能不能把我們就是那個... 關卡拿出來就是能夠打到一些不錯的東西啊 或是一些那個... 捕蟲網之類的喔 這次比較麻煩喔 我們先刷一下我們這個經驗關卡 經驗關卡 然後刷完之後再看一下會不會跳出什麼特別關卡啦 因為感覺應該就是要跳出特別關卡之後的話 我們才可以就是拿到我們...就是那個什麼 拿到我們就是那個捕蟲網 然後捕蟲網的話我們才可以去... 去那個... 去...去抓我們的甲蟲王者啦 哇這關忘記帶哥吉拉了 沒事沒事沒事 這個只是在幫哥吉拉刷經驗喔 這個... 這個沒事喔 哈哈 啊哥吉拉之旅怎麼... 怎麼這邊就沒哥吉拉了你在幹嘛 而且我覺得好像因為我沒有哥吉拉所以我肯定要輸了 哈哈哈哈 完蛋了我沒有哥吉拉所以我要輸了嗎 好像是欸 87喔 啊哈哈哈 好啦好啦沒有哥吉拉輸了 我們看一下喔 來 換成 原本的哥吉拉隊伍好了喔 哥吉拉隊伍就這套了好不好 這套感覺好這樣 還不要容易贏 刷刷刷 今天就刷個經驗然後看一下能不能打出我們就是那個 捕蟲網的關卡 因為實際上其實我也不太知道究竟是 究竟的那個實際的那個狀況是怎麼樣 因為我是看別人講說好像是關卡好像有點問題然後好像 下架還是怎樣然後我是想說 會不會就是我想就是那個 你一直打活動關卡然後就會出現我們挖掘關卡然後去挖掘他的那種概念喔 這個我就 我就不太知道了 好我們來看看喔 反正目前來說的話呢就是 看一下能不能拿到捕蟲網啦 如果能夠拿到捕蟲網的話那我也很開心 因為我想要看到 我想要看到 假蟲貓咪啦好不好 我想要看到假蟲貓咪 哇這隻好像有點異名 哥吉亞加油 小敵人太多啦 小敵人太多了吧 打得贏嗎 哥吉亞你打得贏經驗關卡嗎 哈哈哈哈 oh my god 太扯了吧 打不贏啊 讓被體力打魔王啊 我想一下啊 我不知道我這隻張 有沒有有沒有有沒有炸彈貓哎 我試試看我看一下好了 我有沒有炸彈貓 我不會沒有炸彈貓吧 不會連盆栽貓都沒拿 一一叉 真的沒有哎 我沒有拿哎 哈哈哈哈 拉門拉門拉門 白痴哦 我沒有拿哎 白痴 我日本帳號沒有拿站到嗎 這個就是要一直拉一直拉一直拉門 拉拉拉拉拉到拉到他爽為止哦 拉到他爽為止的話就給你一個盆栽貓 然後盆栽貓在我們那個每個月的二月 每個月的二十二號都會有一些那個 盆栽貓的活動 然後盆栽貓的活動那邊的話 你就可以取得那個 進化成炸彈貓的那種條件 那 炸彈貓的話基本上在我們打就是那個什麼 在我們打就是那個經驗值關卡的時候會很不錯 因為 他是能夠暫停我們黑色敵人的一隻角色嘛對不對 那個很重要 奇怪 我到底有沒有拿過啊 我剛看是沒有盆栽貓啊 盆栽貓是在一叉嘛對不對 然後我記得是要拉這個拉門才可以拿到盆栽貓 這隻角色真的是很強哦 大家知道我們在打那個黑色敵人的話都會用他 然後就會很猛這樣子 我怎麼好像拉很多下還沒開始 啊啊啊 我忘記了他拉一百多下是不是 這拉很久呢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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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場拉盆栽貓給大家看啦好不好 完全沒有問題 不是啊怎麼會這樣 而且我之前是有打過的耶 我是派出了牙王他們來打是不是 應該是喔 應該是右壽加歐小時候啦我覺得 用右壽加歐小時候去打這個喔 黑色敵人應該是還蠻ok的 要不要給 我到底有沒有拿過啊 還是其實在這邊是要去世界片 是要在這邊拉還是去世界片拉我忘記了 哎呦來了就是他好不好 九是這個 九是這隻角色 他可以讓黑色敵人好不好 動作停止很好用好不好 來來來 這樣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然後我們再把那個 我們再把那個就是 隊伍換一下 把洋王換上來好了 啊我這邊是帶什麼連組是不是 好啦不用帶連組了 連組是不需要的東西好不好 來我們帶個右壽加歐 打個經驗值關卡喔 今天的話就不要讓那個哥吉拉太秀 來然後我們的 盆栽貓 電風扇貓貓沒問題 然後這邊 這樣子下來 好這樣應該ok 夾夾夾夾夾夾再打一次 原本想說可以就是 刷一下然後看一下那邊看到我們那個 補充王的關卡出來哦 多刷個幾關剛好我們也很缺經驗好不好 先把我們的整個大本營升級起來好不好 就可以讓哥吉拉 更順遂了好不好 一路更順遂更順暢 我覺得應該是因為我們用那個吧 就用佳歐的那個小時候 才打出比較好的成績 一定是能夠打一般性敵人大傷害的 電風扇貓貓gogo 有哦可以哦這一下有暫停哦 表現還不錯哦 電風扇貓貓gogo第二集 哇錢太少了啦 錢真的太少了 然後過一段時間他們出來了 雷康明 電風扇貓貓加油哦 啊我哥家是不是都死光了哈哈 有有有可以可以可以 還行還行穩得住穩得住 好淒慘哦哈哈哦來了來了 這兩隻出來之後就不淒慘了 哥吉拉沒事我們來了 還打這個暴擊 然後待會會有噴噴老師哦我記得 開座開座 可以哦可以哦 哇 哎太多隻了吧 我忘記他有這麼多隻了哎 但是應該還算是ok吧 可是我們沒有錢啦 沒有錢啦 沒有錢啦 不過我們現在目前來說陣型應該算穩得還蠻住的哦 所以應該是沒什麼太大的問題哦應該是ok的 我是希望這關打完我就會出現那個特殊關卡然後挖掘然後可以去讓我拿那個補充王 我求求你了好不好 求你了補充王 哎我們把帝王給避掉了哎 還行啊 有哥家 好像還是蠻ok的哦 哥家其實輸出 應該也是有打了不少出來哦 nice 好那就是我們的金劍的這個超級 超級難關卡的這個經驗的關卡哦 這沒有什麼問題的 然後來看一下 有沒有機會 叫出我們的補夢草啊補夢網的這個環節哦 好不好 我們這個 夏天的這個補夢網必須給我拿起來 來 然後這邊的話呢 好像還是沒有出現什麼關卡吧 對啊這個 我不知道哎這個實際上因為日文我看不太懂啦 所以大家如果有一些關於這個 甲蟲關卡的這個補充的話可以在下面留言跟著評分享一下 那接下來我還要繼續刷一下 如果有刷到甲蟲關卡的話 馬上拍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哦 所以今天的話基本上 好像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內容就是 因為我猜測啦 有些人說就是 關卡好像被下架是因為他好像有出問題 然後有些人好像也是跟我一樣 也沒有我沒有看到一個正確的答案啦 所以歡迎大家在下面補充一下 正確的消息跟答案給哲平知道了好不好 那我們也許玩到這邊啦 我是喜歡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